面包车离开省建儿公司大楼,一刻不停地朝南一直开出郊外,终点是路边一座由落叶松林环抱贴着白色瓷砖的小楼,尹芙蓉认出是林叶厅下属的老干部疗养院,唯一令他不安的是夕阳中的余晖中,大门口游动着一名驰枪武警。 整个疗养院静悄悄的,好像再没有其他人。 在二楼一个有床有沙发的小房里,两名检察官和尹芙蓉一起吃过方便面,就地开始询问。 姓名 李检察官开始发问,这也是尹芙蓉被带来后听到的第一句话。 尹芙蓉哥哥笑起来,直笑得浑身乱颤。 老实点,姓名 尹芙蓉仍忍俊不禁着 你们知道我是谁,何必夺此一举呢? 尹芙蓉,你最好放聪明点 这是什么地方,知道不? 回答是知道。 接着,如鼠家珍地说出了疗养院的各项建筑指标,最后才告诉他们,这是前年尹芙蓉她负责建设的一个小项目。 两名检察官听得有点发愣 但无论如何,我不能接受你们的方式,因为我不是犯罪。 尹芙蓉继续道 还要提醒你们,我是本届省人大代表 这一身份决定了我不是谁想碰就能碰的 你们在执法犯法 李姓检察官听声气了,又跳起来的企图,被她的同事拦住 尹芙蓉,是这样 把你请来主要是核实一些情况 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 王检察官和颜悦色道 尹芙蓉又一次站出笑容 说如果是这种态度 她乐于回答检察官们的任何问题 谁知王检察官却不问了 东拉西扯开始唠家常 从楚楚上的重点小学到郝景波的小儿麻痹 又从尹芙蓉的娘家人聊到锦盒头上 到这儿话题打住了 你妹妹两口子现在做什么呢 上班呀,在外貌 尹芙蓉随口答道 尹经理既差了吧 我听说尹锦盒和他爱人 半年前就辞职下海了 王检察官说 这才知道唱白脸的厉害 他们在国际大厦开公司吧 李检察官又登场了 手执一份文字材料敲打着 叫什么荷花公司 原来是冲这一查 尹芙蓉稍加私存 决定反手为公 主动承认公司是他帮助成立的 为妹妹两口子解决再就业 有那么简单吗 你耳朵不背吧 我说得够清楚了 尹芙蓉也强硬起来 我们从工商局和银行了解到 荷花公司申请的是 国家二级装饰企业 注册资金高达百万 李检察官拿着材料 在尹芙蓉面前晃来晃去 现在钱还在账上 哪来的你能说清吗 当然能 尹芙蓉克制着悬晕感说 与此同时 张世贵正在自己的办公室 被要求回答相同的问题 有所不同的是提问对象 张世贵面对的是 建工集团党委负责纪检工作的 老崔和老刑 实话实说 小尹从劳服经营办 罗刑一百万做注册资金 事前跟我打过招呼 张世贵这么说 自有他的道理 老崔和老刑 是突然把他堵在办公室的 尹芙蓉下落不明 没法沟通 除了实话实说 别无选择 实际上 张世贵猜得到 如果这笔钱没人过问 天长日久 很可能被尹芙蓉据为己有 但眼下最多是挪用公款 没什么大不了 老崔问他要证据 张世贵双手一摊 口头答应的 哪来的证据 并为尹芙蓉辩解 钱没返回来 是因为 他前一段出差在外 刚回来没几天 张总 你是个老同志了 公款私用 是明显违反财经纪律 这一点道理 别人不懂 你还不懂 老刑语气强硬 力度却降下来了 我知道 这有点不寻常 不合理 张世贵似乎并不买账 问题在于 尹芙蓉是个特殊人物 社会地位 名望 贡献 众所周知 家里有困难 要求单位帮一把 我能看着不管 人家把百万奖金都上缴了 坚守自盗 根本说不通嘛 老崔也说 果真如此 问题还不算严重 毕竟是系统内的老典型 谁都不愿意家丑外养 张世贵表示 既然公开了 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但恳请集团公司 出于对尹芙蓉的前途 潜力考虑 在处理上 尽量慎重些 尽量保护一下 她的积极性 哪头大小 你们掂量半 张世贵最后说 他明白 处分是不可避免了 怕只怕尹芙蓉 被检察院 审出别的事来 她抖落不清的方式 忒多 好不容易 打发走来人 张世贵 立刻拨通一串电话 听说母亲 被检察院抓走 楚楚放声大哭 郝景波被哭得 心乱如麻 又不知如何安慰 很长时间了 她和女儿之间互不说话 好在罗奇罗瑞 闻讯赶来陪她 半夜时分 郝景波听到外面 没动静 出来查看 看到的情形是 罗瑞和脸上 带有泪痕的楚楚 在沙发上睡着了 尽管坐得很开 两人的手 却拉在一起 让郝景波费解的是 罗奇并没走 他坐在一只小板凳上 看着哥哥和楚楚的 睡相发愣 夜深了 林夜厅疗养院 小房间里 近乎审讯的谈话 还在继续 内容越来越深入 那么 劳福公司经营办 入股荷花公司 二十万股金 又是谁批准的 李检察官的脸 始终绷着 在日光灯下 林林发青 不见一丝笑吻 让尹芙蓉 看着泪得慌 我 公司赋予我的权力 并不违法 王检察官笑着说 拿公家钱 入股私家公司 恐怕好说不好听吧 尹芙蓉从容应对 建筑装饰装修 是新兴行业 前景广阔 市场潜力巨大 作为一种尝试性投资 是企业经营中的 正常现象 经营办 是劳动服务公司 所辖的一个 独立核算部门 眼下由他承包 没有董事会 更不存在股东 他有权做出投资决定 并承担责任 根据群众举报 你离开建材商店三年 却从商店拿走 将近五十万元现金 这你作何解释 李检察官正面受阻 突然转向侧翼进宫 二位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吧 现在什么时代 尹芙蓉脸上 献出计较的表情 既然你们知道很多 也一定能了解到 我任现职以来 为公司创造了 三千万元以上的利润 而其中的各种费用 正常非正常开支 你们想象得到吗 忘了提醒你们 目前我仍是建材商店 法人代表 有些商业游戏规则 你们或许听说过 但我不能描述出来 这不是因为我怕谁 我担心的是生意关系 往崩溃 作为官商 为企业最大限度创造财富 是我的天职 哪怕为子打打擦边球 当着真人 我也不必说假话 有问题你们去查好了 拿到证据 我全认 谈话到这里 基本僵住了 进行不下去的另一个原因 是午夜刚过 两名检察官的手机 开始此起彼伏响起来 每出去接一次电话 他们的脸色就愈发难看 后来俩人一起关掉手机 不久之后 外面的实线电话又响了 见此情景 心里有了底的尹芙蓉 便大打哈欠 一再要求休息 天亮时分 院子里响起汽车笛声 有人在外面 把李检察官喊出去 回来时 他和王检察官 把谈话对象送到楼下 再见 眼经理 耽误你这么长时间 王检察官伸过手去 但问题 似乎并未澄清 也许我们还会见面 尹芙蓉没去握她的手 登上后在门前 那辆八缸奥迪之前 灿然一笑 是吗 我随时恭候 家常奥迪 傲慢地驶出疗养院 一溜烟 不见了 知道是谁的车子 李检察官指着 消逝中的车影 王检察官说知道 省府二号人物的 你怎么看 百分之二百有事 一宿就打进 十几个说情人电话 最小的是傅厅级 这娘们神通广大呀 等着瞧吧 她进去那天 没准能惊动北京 我敢打赌 什么 这是条大鱼 奥迪车 直接把尹芙蓉 送到家门口 进门尹芙蓉愣住了 三个孩子在客厅里 显然是等了一夜 看到母亲安然回来 楚楚也愣住了 甚至忘了和罗瑞的手 还拉在一起 妈 尹芙蓉若无其事地说 昨晚在外面有事 没有来得及 往家里打电话 你不是让检察院 抓走了吗 尹芙蓉一颤 谁说的 罗瑞涅如道 是她爸爸 他们查我 核实一下别人的事 尹芙蓉迅速平和下来 哦 小瑞小齐 谢谢你们过来陪楚楚 阿姨没事 快回家吧 不然你爸爸妈妈该着急了 楚楚 送送小瑞 剩下一个人 尹芙蓉立刻瘫软在沙发上 莫然 身后好像有什么声音 忐忑地转过头去 大房间的门 开着一道缝 里面穿透出好景波 锥子一样的目光 这让尹芙蓉 瞬间觉得 这是世界上最可怕 最让她无法面对的一双眼睛 尹芙蓉无可逃避地低着头 想过去敷衍几句 没等走到门口 门缝合上了 刚转过身 女儿在面前又哭上了 好女儿 妈妈知道你为我担心 尹芙蓉搂住楚楚 柔声细语地安慰着 真有事 妈还回得来 你该相信妈妈 楚楚不说话 只是伤心地哭